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女人正好面朝监控摄像头 由于距离远,长相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赵刚毅又掏出蒋雨昕的照片 此信与屏幕上的女人对比 还回头对郭荣荣和丁钱说 你们看看,是不是有点像 丁钱说 陷入为主的意识可以提高办事效率 但是也经常造成判断失误 赵刚毅白了丁钱一眼 连气的都鼓在一起了 郭荣荣不能眼看两人打起来 这个不是问题 我一会儿找个技术人员过来 把清晰度调高 就能看清楚这女人长相了 还是先看录像吧 看看这两人见面要干什么 赵刚毅懒得跟丁钱计较 继续播放监控录像 白衣女人和曾良杰在一起待了能有十分钟 整个过程两个人都在说话 女人不时地比比划画 曾良杰被怼视像头站在那里 完全看不到她的脸 他们聊着聊着 突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白衣女人拂袖而去 似乎很生气 曾良杰站在原地 凝视着女人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之中 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郭荣荣很不甘心地说 要是能知道他们俩说什么就好了 说不定能帮咱们找到曾良杰自杀的原因呢 可惜这种监控只能记录图像 丁钱说 应该是这个白衣女人有急事要找曾良杰 你怎么知道 难道就不能着曾良杰主动找她的 给她打电话约来 然后先下楼等她 这个女人在刚跟曾良杰见面的时候 上身前倾 左脚向前半步 保持着前进的姿态 这表明她心情迫切 有重要的事情要找曾良杰 大半夜的能有什么事找她呀 看起来这个女人很无助 她一开始说话的姿势下巴内收 抬起眼睛往上看曾良杰 露出纤细的脖子 两只手臂也不自觉地紧贴着身体 眼睛的表情显示出 渴望被同情与关注 身体紧缩表现出紧张不安 渴望保护 不过曾良杰反应倒是很冷淡 赵刚毅忍不住插话 何以见得 视频里连她正脸都没拍到 看不见正脸 但是从背影也能大致看出她的姿势 身体僵硬地站立 双手插腰 只对对方表示不赞成和争论的态度 我猜曾良杰对这个女人的到来很不欢迎 她俩的交谈事实上也确实出现了争论 所以女人的手势挥舞的频率越来越快 头也随着手臂的微微摆动 由最初的无助发展成愤怒的争吵 到最后拂袖而去 说明他们的谈话完全破裂 赵刚毅简直不能相信 仅从十分钟的录像里就能看出这么多信息 而丁钱还说得有理有据 让她无从反驳 难道蒋雨昕跟踪两劫之间还有什么瓜葛吗 她冷不防地冒出一句 似乎自言自语 又似乎在问丁钱 在没有看清楚监控中那个女人的长相之前 丁钱不想跟她做无谓的口舌之证 钟开心接到郭荣荣电话 不久之后就赶到武统园小区 他把监控视频导入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 调试了一会儿就说 好了 所有人都凑到电脑前 钟开心用鼠标拖动软件的工具条 把白衣女子的远景拉成近景 人脸也逐渐清晰 当屏幕上清晰地呈现出白衣女人的五官样貌的时候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钟开心随口问道 这个女人是谁啊 长得还不错呀 丁钱业余地瞧着赵刚义 赵队长要不要再把照片拿出来比比啊 哪里还用比啊 除了瞎子都能看出来 视频里这个女人跟江雨欣手完全是两个人 只是年纪上相放 赵刚义红脸糖 炯得跟紫茄子一样 绷着脸不吭声 郭荣荣仔细端详着屏幕里这个白衣女人 她五官精致 眉眼生动 长相还算不错 只是这个女人的神情里有种说不出的怪 眼睛瞪得浑圆 目光古怪 眼神里似乎隐藏有什么东西 让人看着有种说不出来的别扭 她扭头看了看丁钱 发现她也在研究女人的表情 郭荣荣问 你能看出她在想什么吗 我有没有超能力 丁钱怂怂肩膀 如果我能看出曾良杰的表情 或许还能对比猜猜 不过好像这两个人之间 存在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个女人很紧张 也很焦急 明显是知道一些事情 但不知道是不是跟曾良杰自杀有关 钟开心冒出一句 你们不是说 曾良杰还有个电脑有密码打不开吗 电脑在哪儿 我去看看 没准还能发现一些东西呢 登录密码这种东西 在钟开心眼里就是小case 没用五分钟 她就打开了曾良杰书房里的苹果电脑 里面的东西装的可真不少 不过清一色的都是学术论文和参考书籍 还有她与企业合作的项目研究 都被分门别类有条理地归纳起来 唯一的娱乐就是F盘里的十几部电影 都是一些名字古怪清洁绘色的电影 还有几十部国际象棋的比赛实况讲解和FIFA国际杯决赛的实况录像 一台个人电脑就是一个人扩展的大脑 大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 曾良杰明显就是那种高层次高智商的学者风范 无论是境界和人生目标都在常人之上 普通人不太容易理解 真能想象这样的人会自杀 郭荣荣说 换成是我 光是他电脑里这些书就够我研究好几辈子 哪还有功夫想自杀呀 像这种思维缜密 有条理 有形式的人 通常确实不太容易自杀 丁钱承认 不过 他总该在什么地方留下一段痕迹才对啊 他们正在聊天 种开心就随手敲开一个名字为无题的MP4文件 打开视频 开头是一段冗长的黑幕 仿佛由远极近 传来一阵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脚跟清脆 似乎是高跟鞋 脚步声响了很久 却迟迟不见人出来 种开心等到不耐烦 随手要关掉 这都什么电影啊 知识分子的口味都这么古怪吗 简直比动作片还重口 丁钱拦住他 再等等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